南港區的東明社會住宅 開放籌籤 總計700戶 最低月租金9400元起跳 東明社會住宅 鄰近南港車站機能方便 從套房租金每個月9400元 到最多三房房型 租金為21500元 只要年滿20歲的國民 涉及在台北或台北就學就業 就有機會繳住名額 不只社會住宅很夯 萬華區的軍宅 規定五年 不能過戶轉賣 在必首席解禁之後 也成為房市新的焦點 鑽村改建的軍宅 部分居民當年是一屋換一屋 幾乎是以零成本價獲得 也有軍官用低廉的成本價買到 讓部分投資人認為有利可圖 在競售年限來臨前 就已經跟屋主談好價碼簽約 解禁後再來過戶 甚至還有屋主最高獲利 兩千多萬 這個銷售之前 它基本上是沒有 同一個社區的參考價格的 對於未來價格會有一些想像的空間 因此會認為它的 議價空間會比較大 統計台北市整個軍宅交易狀況 文山區從德龍勝新城 房價年增幅最高 近四年成長百分之八 其次是北投的明德敦品 松山和萬華的軍宅緊追在後 本來就有住戶 就一定會有一定的生活機能 所以它通常地理位置不會太差 再加上它並不是一個空城需要人移住 它本來就有原住戶的 所以整體來講 它通常就是形成區域機能 或者它的生活有便利性 我想要得比較高一些 掌握軍宅低成本關鍵 讓這寸土寸金的大台北地區 因為軍宅交易引起一波購物熱潮 三立新聞 宇春湖廖文 台北報導